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们在气候问题 疫情危机和军备控制等全人类的挑战方面需要与中国合作 舒尔茨表示两国存在分歧 但同时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的 互惠互利的经济竞争 当天 舒尔茨在联邦议院发表上任以后的首份政府声明 他强调气候保护将是本届德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他呼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 社会和民众需要做好准备迎接百年来最大的产业和经济变革 而美国这边 无论拜登总统在治理政策上如何表现出与特朗普的不同 吸引更多外国资本投资美国 而不是吓唬中国 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基本政策原则 但整件事的讽刺之处也在这里 据德国莱茵河日报最近报道 德国实力最强的两家汽车制造商奔驰和 宝马目前正计划将其在美国的工厂迁往中国 事实上 早在几年前 这些大型德国汽车公司就表示愿意将其在肥美的工厂迁往中国 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因此 在阅读了莱茵河 阿尔兹报的报道后 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德国人现在又开始炒作这类新闻 首先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汽车最大的海外市场 例如 大众汽车集团 在2021年上半年 其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其全球总销售额的49.3% 从2014年到2020年 梅塞德斯 奔驰在中国的销量在短短6年内增长了3倍 仅在2021年上半年 宝马在中国的销量就达到46.7万辆 同比增长41.9% 相比之下 由于多年的经济萧条 美国市场的主要消费者中产阶级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便宜 省油的日本车 而以高成本著称的德国车自然没有什么利润空间 奔驰 宝马和大众是2021年上半年 美国汽车销量排行榜上的前三名德国汽车 甚至没有一款车型机身前20名 面对这种情况 德国汽车开往中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其次 目前糟糕的新冠肺炎 和社会经济复苏是德国汽车逃离的加速器 就在两天前 美国财政部长杰罗姆鲍威尔在 出席美国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时痛吐 称美国经济正在经历非常不寻常的事件 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供应链矛盾 在他看来 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新的 这次衰退的危险超出预期 因此 如果连美国财政部长都为美国经济的困境而哀叹 而德国作为外国投资者 却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 那才是真正的前所未见 最后 德国汽车公司正在加紧规划新能源市场 如果说十年前新能源的开发 只是个别先锋汽车企业的一次大胆冒险 那么现在全世界的汽车企业都达成了这样 一个共识 新能源是汽车行业的唯一出路 因此 无论是为了抢占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 还是为了用燃油汽车销售的利润 补贴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资金 德国汽车企业都必须迅速行动 提前在中国市场规划自己的未来 以上所有动机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中国市场是德国汽车的未来因此 来因 法尔茨报在报道这篇文章时 干脆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取代中国为标题 在美国带头掀起反华恶潮之际 德国人如此赞扬中国 实在令人欣慰 但是 看了太多西方支持中国的表演后 我们不禁要问 德国人这种不可替代的赞扬中国是真的 还是一种无奈 真正的答案其实是后者 在这篇文章中 一些德国商人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中国经济呈现出日益强劲的自力更生趋势 这些德国商人担心 自己自足程度的提高将降低中国市场的开放度 德国汽车企业将失去这些重要的生存份额 因此 尽早进入中国市场 与中国达成一定程度的共生关系 可以防止德国企业被扫地出门 中国的市场会不会不那么开放 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德国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真的让我们前所未见 看看今天的世界 哪个国家在不断高喊工业回家 哪个国家将其缺乏竞争力变成了对中国的仇外心理和仇恨 哪一个国家总想用一些歪理邪术来限制别国企业的正常经营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逆势而行 这是他们自己的错误选择 中国对这两种趋势的回应是越来越开放 强调公平竞争和合作共鸣 中国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努力并不意味着 中国将走上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死不痛 德国汽车公司看到中国企业的进步威胁到他们的利润 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稍后会堵住他们的脖子 这真是以毒攻毒 另一方面德国企业也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忧 这是否意味着德国人心中的一些小酒杯让他们在面对中国时感到内疚 让我们敞开心扉 在当前美国反华浪潮的背景下 德国也有相当明显的反华倾向 这些德国汽车公司显然想在中国市场赚大钱 希望赢得自己反华势力的青睐 这自然让他们出于内疚而担心中国 因此我们必须提醒德国汽车公司 你们愿意将工厂从美国迁到中国 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我们也欢迎这一选择 但它必须基于公平竞争和合作共赢 换言之 面对现实压力 德国汽车资本已经采取了自己的行动 选择在中国投资 然而 这究竟是利润还是死亡 或者它能否成为德国汽车业未来的真正出入 取决于德国对中国的态度 我们真诚地希望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人聪明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